所以我就最後繞一大拳卡牠們 再用弓箭射 可是我當然用手槍 手槍超帥的 超自癒的 歡迎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今天是Rustdown2 Survival的第212集 這集就要帶來地堡三樓的困難模式攻略了 這次攻略方式會比較槍械 那我們先開機器吧 當你開了這機器以後 地堡的難易度就變成困難了 好 那我們帶來配備有這些 那就直接到三樓吧 這集呢我會用比較快的方法介紹 然後會用一些剪接 跟一些快轉的方式來 讓大家快速知道怎麼打這個地堡三樓 首先呢先開這個門 然後把殭屍往下拉 好 往下拉 很好 好 那我圈圈 再等另外一隻來 那我圈圈 因為現在困難模式攻擊力呢 跟防禦力都變高了 殭屍的部分 好 這樣的話呢 只有1隻打到我 這樣另外2隻打不到我 所以呢 我就可以慢慢打他們 現在主要就是 有幾個牆是可以卡的 就是這一集一起教大家 然後我是已經先錄好 剪接好了 最後再來配聲音 哇 不然真的很累 打這個地堡真的非常花時間 我今天錄這一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花時間 對 等下你們後面就知道了 好 那我一邊吃猴糖 一邊講解 總之就鬧圈圈吧 好難得可以一邊吃猴糖一邊講解 現在就運用這個 這個牆的位置可以去卡 等下這塊還會一直用到啊 會有些縫隙打法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省槍械的話 就是可以參考這個攻略方式 然後如果大家槍很多的話呢 你就不用參考我今天的攻略了 就拿槍去掃射吧 好 幹掉一隻了 現在就往下走 腦裡圈 開這門 好 第二部分呢 這邊有兩隻 一隻是爆炸匪 一隻是毒液怪 毒液怪的話 我們會先給他一刀 用鋸子吧 一刀 OK 往下拉 然後呢 先打 唉唷 我已經不想要卡 然後先打 跑得快的殭屍 爆快就毒液罐嘛 先來先死 OK 解決 再來是爆炸匪呢 一樣鬧圈 鬧這個位置又卡 好 卡他以後呢 就用你們已經 學會的技量 就是 縫隙打法 純技巧啊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用槍的話呢 那你就要練技巧了 然後我是沒有算說我這場總共花了多少武器啊 可是大致上我看我槍是還蠻少開的 之後用到手槍跟 一把步槍跟AK吧 主要是這樣 好 然後一堆弓箭 弓箭要帶很多 然後鋸子多帶一些 還有錘子 好 他爆炸以後呢 你會發現這邊就會有那個 生物出現 很像水智啊 外星生物 蟲蟲 蟲蟲危機 通常他爆炸的話呢 會有三隻 那個蟲蟲 可是現在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改版的關係啊 有些爆炸匪會爆炸以後會有六隻 所以大家自己小心啊 他在爆炸前那一刻喔 會噴出三隻來 然後爆炸的屍體事實上還會有三隻 總共會有六隻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一次給他死的話 你用近戰武器 有可能會 在爆炸的瞬間 25滴的時候會噴出三隻 那個蟲蟲會攻擊你 一隻攻擊應該是40吧 三隻一起攻擊你就死了 對 所以要小心 好 這邊的話呢 一樣是用弓箭可以射這個機槍座 如果你今天很有賢清雅士 你就用弓箭吧 然後像我是沒有啦 我就用步槍直接把他打壞 然後你這邊可以帶一把 不用完整的步槍 壞壞掉也可以 你就剛好把他削到這邊就可以 好 解決 我現在好像一個講師喔 再講解自己錄完剪接的影片 哇 錄跟剪接真的超累的 OK 砍他一刀 這個的話呢就是 先用三倍輸出 然後 這個地堡其實有幾隻是 怪怪的 到時候再跟大家講好了 反正這兩隻就先拉過來打 其實可以直接把他 就是用鋸直接殺 毒一怪比較煩 毒一怪攻速很快 卡牆的話也不太好打 好 這邊呢 我就是先去 欸 我去拿東西吧 我忘記了 你也去拿東西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隻鋸肥跟過來了 那個 這邊有一隻鋸肥 他發現我了 所以後來我去洗掉他醜分子 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先偷襲爆炸肥 這隻爆炸肥 你可以砍他一下 太慢了 如果再快一點應該是可以偷襲得到 好 就一樣啊 繞圈圈 先幹掉這個普通殭屍 哎呀 空泉了 好 一樣躲這裡 可是躲這裡有時候會 你路線如果沒有跑好的話呢 那隻爆炸肥還是會跑過來打你 所以你要小心 主要不是鋸肥打你的話呢 其他殭屍打你其實 攻擊力都不會到一擊必殺 所以你可以放心 鋸肥也是要打你兩下 如果你今天是一百血 要打你兩下才會死 好 再來就是這塊牆 這塊牆的呢 這次的攻略也會一直用到 好 再來就開始加速了 因為這個應該 大家如果真的要認真看他 看我慢慢打完的話 你們真的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一兩個小時吧 打這地保現在 困難版的話 可能要打一個小時要 好 這邊的話呢 蟲蟲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六隻蟲蟲 三隻是他在25滴血的時候 噴出三隻來 我有稍微觀察一下 因為畢竟我是個生態學家 開玩笑的 好 然後 他身體上也會有三隻 所以有六隻 我記得上一次 我在Android版本玩的時候沒有 所以我猜是官方偷偷加的吧 不然就是 我之前沒發現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沒有啦 欸 又拉到這個鋸肥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位置容易拉到鋸肥 很煩 所以我就要洗到醜混子 然後這一次的攻略會 用洗醜混子的方式教學 好 我剛才已經洗到醜混子 跑過來要偷襲他 現在是這樣子 這一場也會用很多 洗電梯的方式 如果你要省強制 就是打完一下 進電梯再出來 對 這邊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一直洗電梯 然後現在呢 他發現我了 表示這一隻 你今天打他一下以後 就不能洗電梯 就是他會發現 你只要出電梯以後 你打過他一次以後 你進出電梯 他就一定會來 這一場我有試很多 給大家一次看完 你要知道哪一些殭屍可以洗 哪些不能洗我 這次剛好都有錄到 花了非常多時間 我還是要搶掉 累死我了 這支影片我大概剪了 錄加減加現在弄一弄 應該也要4小時 所以呢 拿鐵影片真的是為大家 努力在錄製 攻略 好 他現在 這隻巨肥只要 雪低於150滴的時候 他會開始開噴射器 加速衝刺 很想要緊緊的抱住你 對 把你壓扁 像這台卡車一樣衝過來 然後我會用這一塊去 鬧圈圈卡他 然後再用手槍把他擠殺掉 當然還是會失手的時候 就被他打到 所以建議大家 打困難版你要多準備一些 醫療箱 好這裡的話呢 毒液怪其實我比較討厭 我都會直接拿步槍掃射他 比較快 因為毒液怪跑快 攻擊快 非常麻煩 而且他又不好卡 所以我建議 有毒液怪你就拿步槍出來掃射比較快 好 再來就接這邊了 剛好那邊全部殺完了 前面又殺完了 只有一隻巨肥沒殺 好 這裡的話呢 我會先選擇把 速度快的毒液怪先殺掉 你可以看到 對 那IOS非常卡 我跟大家講 我光這個錄影 我就閃退了六次 好 這一隻的部分 我就要試說 可不可以洗電梯 所以呢 你看我往下跑就是我 九星電梯會回來啦 好 這隻不能洗 因為這隻我走到這邊 我用錢走還是會被發現 大家到時候再試試看 如果說我這邊 情報有錯誤 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好不好 謝謝 好 這裡的話呢 這一隻我就是直接卡牆打他了 他只要低於 50滴 50滴左右 他就會爆炸 這邊你就可以準備射重重了 然後這一隻也是一樣有六隻 所以官方這邊有改啊 原本根本就沒有 因為我記得我上一次 你看我上一個影片 呃 藍色卡片那一集 好 總之呢 就這樣 好 這邊獨一怪可以射 鐵王這一隻 你可以用弓箭把它殺掉 這隻血不多啊 所以你用弓箭射的話 也不會很花時間 好 這邊這隻是射不到的 這隻具備射不到 我們現在往下 往下開這門以後呢 這兩隻 我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去洗電梯 我就洗電梯給你們看 有沒有 他是不會發現的 這就是可以洗電梯的殭屍 這隻爆炸肥跟下面這隻獨一肥 都可以洗殭屍 這邊示範給大家看 這邊跑得累死我了 所以有槍的玩家們 真的不用省槍啦 如果你真的想要打扣蘭模式 拿到聲望材料 拿到那些槍的話 像我現在看到這個難易度 我真的不太想要拿個牆 好累啊 好 這邊兩隻獨一怪呢 就是直接 捶死他們 那我開這間 開盲將士那一間 是為了可以卡牆用 再來是這隻爆炸肥 我這錄影每一隻都打到啦 然後我會稍微 剪接一下是因為 不然你會看得辛苦 有時候就是打帶跑啊 我就是打帶跑戰術啊 OK 如果那個牆被抓的時候 我就會到下一塊牆 就是往後退 然後再重重危機 射完了 好 這裡的話很重要 記得 一定要先在這個角落 聽聲音 等下是巨肥在扒那個牆的時候 你就趕快拉兩隻 好 這裡的話呢 是一個比較進階的打法 這其實我之前就有拍過 很久以前了 我忘記幾集了 八十幾集還是九十幾集 的一個攻略 不能講 對 是這個攻略 是卡巨肥的攻略 如果你今天真的沒有什麼槍 你又很想要打這個困難模式 又想要幹掉他們 那你就帶弓箭吧 弓箭可能要做個 二十把吧 好 這邊就是我 花很多時間給大家看 用弓箭就可以射死這邊的巨肥 這個卡法呢 就是你看一下 這個移動 你往下移動的時候 它會往下走 它會來抓你 我這邊不好意思啊 我加速啦 我比較習慣 巨肥用手槍打 你用弓箭也可以 這個意思是要讓你們知道說 弓箭跟手槍自己選擇 好 再來就獨一罐 獨一罐也很討厭 所以呢 這邊要非常為他們加速了 好 再來是這隻爆炸肥 這隻爆炸肥 我有一次洗電梯 我會先三倍輸出一次 好 我要去洗電梯了 好 過來 洗電梯其實是說 洗掉殭屍的仇恨值 可是它的殭屍仇恨值 不是每隻都有 所以我這邊有做測試 這隻也不能洗 所以這隻只能打一次以後呢 你就必須要 對 用武器把它幹掉 你就不能夠一直三倍輸出了 OK 好 像這隻啊 這隻就是 它沒有噴三隻出來 所以你直接殺它就不會噴 就不會有六隻啊 再來是這隻 巨肥 這隻巨肥呢 跟這隻我一起拉 然後我要給大家看一下可不可以 弓箭打法 這邊的話我們叫做水桶卡弓箭 就是一個卡點 好你們看喔 注意看喔 後面那隻跑過來有沒有 後面那隻是 剛剛第二隻拉的那一隻 所以那一隻是不能夠 洗掉 就是不能卡它的 卡弓箭也有 不是每隻巨肥都可以喔 我測了一下是不行的 所以下面那隻呢 就沒辦法卡它 我後來就把它解決掉了 我後來就把它解決掉了 然後這兩隻可以 這兩隻可以 好治癒喔 我這邊我很喜歡這一段 超治癒的 好這裡呢 有三隻殭屍 先打下面那一隻就好了 這邊一樣可以洗蟲蟻子 這一隻 而且這隻很奇怪 它血是比較少還怎樣 打它一下 攻擊力比較強 我不好意思什麼 好這邊 我這邊跑快獨一怪 它追過來 就先給它死 再來這隻 好 我就去洗電梯了 又回來了 135 我們看喔 一 兩刀就死了 偷襲兩次就死了 偷襲類就是 你要一直跑電梯很煩 好 再來就是 這隻余孽 把它解決掉 好 再來走這裡 記得走這裡 這隻呢 我原本也是要試 可不可以洗蟲蟻子 結果人洗嗎 好我們來回看 不行 我一樣用潛行走過來的時候 它就發現 來抓你 就是不能夠用 洗電梯的方式 打它 總之解決掉它了 再來就照這邊來開門 準備要開電梯 好 這隻呢 我也是要先 打它一下 好 我記得這隻 我直接把它解決掉了 因為它 腿很短 這邊的話呢 也是一塊很好卡的牆 解決掉 再來就是這隻 毒液怪 這隻的話 沒有什麼威脅性 直接給它死就對了 再來就打開這個門 好 現在我回到上面 就是這一間最多殭屍的 現在還有兩波很多殭屍的 這邊的話我選擇先打爆炸飛 好 然後就開始逃亡了 打完開始逃亡 這邊的話呢 我是運用我平常的打法 打帶跑戰術 如果你今天有步槍 你就用步槍 不要學我這方法 我這方式很容易死掉 可是因為我平常已經習慣了 我都是這樣打 給大家看一下 我會卡牆加攻擊 然後加換武器 加換藥箱 對 有沒有 超刺激的 這打法的話呢 非常容易死掉 所以使用前請三絲 這邊不負責任何的責任 總之遊戲好玩就好啦 它越改越難 我只希望它不要再改地堡 反好可不可以改一下新地圖 地堡已經打到不想打 不然往下開發 怎麼一直在改三樓 我還想把這 毒液肥引到進去 給芒箱是扁 可是我想一想 芒箱是不會扁它 因為他們是同貨 除非今天在採集地 超可能 這邊呢 這隻 可以用弓箭射 我相信今天 看這邊老鳥王家都知道 我當然是用職業 少射 我都會先給你們看弓箭是可以射 然後再用 就是手槍把他們幹掉 好這邊有三隻 我想要偷襲 好不行 偷襲失敗 好偷襲失敗呢 我繞一大圈 然後引到這邊來殺 太好了 終於要進入尾聲了 這就是 我錄製會 大家準備好了 好這裡的話 我就跳過那蟲蟲 總是殺掉了啦 這邊還是爆炸肥 爆炸肥的話我就卡這一塊 這塊好卡喔 我相信還蠻好用的 好 學會卡縫隙的應該都會啦 好要爆炸 好最後你再清這邊的 好 再來是這一隻 這一隻呢 我幫他留一個朋友 這隻倒數第二隻鋸肥 這邊還有一隻鋸肥 好我把他拉過來 我繞了一大圈 然後這兩隻可以卡 所以我就最後呢 繞一大圈 卡他們 再用弓箭射 可是最後當然是用手槍啊 手槍超帥的 超自癒的齁 手槍超爽的 所以你就準備手槍就好了 好這裡呢 最後就用AK了 AK之 打帶跑戰術 這是AK用到極致啊 來啊 你追我跑 這邊的牆可以稍微貫穿一下 好打完了 這就是這次的地跑三樓攻略 終於錄製完成了 我已經獻上我的肝了 各位 這就是攻略 而且你們注意看我的槍其實沒有用很多 頂多 我大概算一下 這次都看一下 大概 三把手槍吧 然後一把AK 一把N16 再來就是一堆近戰武器 近戰武器的話 你們如果想要仔細看這影片 你就再換算一下 不會很多啊 因為我知道很多玩家 帶很多槍 上次有一個跟我說他帶了十幾把槍來打 全部打完 然後他好像沒帶什麼近戰武器 所以呢 今天如果要用這個攻略打法的話呢 就奉獻給大家 之後呢我應該會錄二樓的攻略 二樓的難度打法 下一集吧 好如果說 二樓其實我也不太想錄啊 因為其實就是用槍啊 一樣的方式啊 好那我今天這一集呢 就先介紹到這邊 也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